我会说演员 明星 艺人 所以个人而言 演员 哪一瞬间让你确定自己 进入这个工作行业的时候 可能就是遇到的第一位老师是何彬老师 何彬老师当时就老骂我 就是说你别觉得自己长得好看 你啥也不会你 就是不行 当时我是觉得 我演员也好给你看 就这种 所以就是给我盯了一个 很扎实的调吧 我觉得是 你可以靠颜知识吗 可以靠颜知识吗 非要靠实力 那倒不是 我觉得现在就是 好看的人非常多 好看和这个演技不冲突 是不冲突的 我觉得就是 好看的人也需要 也要好好大幕演技 好好演戏 舞蹈以来的所有工作 我也是把重心放在剧组演戏上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的职业重心 职业规划 就是演员这个没有别的其他东西 我也是把重心放在剧组演戏上 我也是把重心放在剧组演戏上 我也是把重心放在剧组演戏上